拉文交易李福斯和巴扯磊啊 这么交易的话 忽然赚了呗 那李福斯不太值钱 反正其实你看他场景能贡献几分呢 而且他现在看得出来 到了天花板了突破不上去 为啥 依次大龄行修 他本身一进门别就差不多二十一二岁了吧 他这种在大学不打 彻底三四年大学混到毕业证了 干不进门别 因为天赋太低了 那个巴扯磊呢 今年越打越回旋 或者说维持个基本水平吧 跟维近史比呢 都是差的距离呢 跟什么阿龙哥等之类 那更是没配 在联系当中你像他这种属性 可以说吧 市场上你要想滑了的话 你只要拿着支票本 稍微挥一挥 有的是就类似功能的运动员 会愿意加盟你这支球队的 所以巴扯磊 他最多就是联系当中封线的一个 处在中等水平的这么一个大路活 属于一个通用户 其他球队也有 你只要愿意花钱 稍微给多那么两三百万 人可能就来了 发出来也不值钱 李福斯也不太值钱 所以你要是用这么两个 换那个扎克拉文的话 绝对肯定第一时间换呢 如果不加选用权的话 那还需要犹豫啊 立马就打包交易走吧 换来扎克拉文 构建出一套 进攻端 狂轰烂炸的 这种组合 你如果这么换的话 往大来讲 胡人队也算是四巨头了 扎姆斯 农眉 扎克拉文 实打实的三巨头 这没毛病吧 拉塞尔 他今年三分命中率 干到应该是40%吧 场均得18分 18分 命中率40% 扎克拉文 他今年才21分 三分命中率才33% 而且拉塞尔场均 还有六个助攻的 拉塞尔今年打的不老 他也属于是低开高走 这么等 那就迷你版四巨头了 或者说呢 就三巨头 外加一个 板凳席的超六呗 那那会儿 拉塞尔估计肯定是要打替补了 打替补的话 他也能板凳席 我认为 效果要超过李福斯 李福斯多啥呀 那拉塞尔人家是榜眼出身 之前再长这会儿呢 在篮网队 辅佐一个丁维迪 都能打进旧赛呢 如果是这么打的话 板凳席 拉塞尔他拥有更高的开伙级别 我相信他的发挥有可能更深有 首发阵容呢 三大明星 扎克拉文今年才29 年龄也不大呀 配合咱们下农美 我认为 这是胡人队真正正贯的终极阵容 必须得交易呀 这么总必须交易啊 至于说 你要这么坏了之后 咱们的胡人亏呀 亏是不可能亏的 你要说亏的话 也存在一种假设情况 就你得先问自己去 胡人今年是仅仅被打个季佛赛呀 季佛赛几点被其他球队拿下 当个垫脚石呀 还是你目标正贯呢 如果说你目标 今年打个季佛赛就行 未来几年呢 我争取球队保持稳定的竞争力 稍微拥有竞争季佛赛名额的资格 这支球队满足了 那你没必要交易了 因为扎克拉文似乎说 健康状况不是特别好 再让那会做个手术 而且呢 李福斯对那归宿感挺强 巴塞雷也任何任怨 你要是维持基本盘不变的话 再搭配一个农美 那你今后连续打这么三四年 这支球队大概率都拥有竞争季佛赛的可能性 甚至呢 你正说打旧赛的话 打到第二轮都有想象力 但正贯呢 那你就别想了 说实话 胡人就今年目前这条阵容啊 一套阵容 正贯 费劲 相当费劲 西部首先一点 你绝对打不过绝技 之前塞机第一场比赛 你看两队都人员其整 那被绝技摁着打呀 你就是吹法上有优势 一场比赛 罚球完全倾向于胡人 你都得是干败下风 打不过绝技 那你既然说现有阵容 你目前堆积的战斗力 配比 你打绝技的话 必输 那你还打啥呢 或者说你这种希望 非常渺茫才能赢 那万一不发生 对于你有利的天使呢 对方保持这种旗刀 你拿啥赢呢 没法赢 因此想赢的话 还得进一步 加大军备力度 引进扎克拉文 那就没问题了 引进扎克拉文 手发这种 你雷迪斯慢慢 他会恢复吧 他也不是中场 而且他本身体高 好用年轻 巴扯蕾的角色位置 完全可以由雷迪斯 全面替代 雷迪斯一场比赛 甚至可以像当年 火箭队用阿里扎 用皮特塔克那么用 一场比赛 往上打三十八九分钟 雷迪斯乐不得的 他愿意多打 所以这种年轻人呢 适当透支一下 无所谓啊 雷迪斯就是缺出场时间 表现自己的 如果勇士要求空中甲 一场比赛打四十五分钟 他自己乐意 蹦告乐意 为啥呀 出场时间就是自己的一切 雷迪斯在呢 再加上扎克拉文 詹姆斯 农梅 手帕阵容当中 接下来如果文森特付出的话 可以考虑让文森特 打一个手帕一号位 拉萨尔打替补 没办法 因为拉萨尔这种阵容 如果说他打手帕的话 下场就跟快手帕似的 因为进攻端堆地太多了 你得堆一个防守的 而且文森特 他在这个阵容当中呢 他我估计有可能打的 会比较舒适呢 就当好一个3D就完了 板凳席拉萨尔 再搭配谁呢 海斯 他做一个内线 互狂五号位的猛男 再加伍德 伍德属于是反向海斯 没什么防守 但进攻呢 效果比较好 又有三分球 除此之外呀 还有什么那些年轻的 什么那克里斯蒂之类的 这些东西 那就上呗 反正板凳席如果有拉萨尔的话 你放弃 胡人的板凳席绝对不弱 拉萨尔配合伍德 你要进攻的话 他俩一场比赛能给你干出来 差不多40分 如果你要进攻 你要防守 有海斯 够了 这套阵容挺好 范德比尔特呢 是不是还有他呢 这缺哪啊 所以胡人队 我认为要是真能用那个 巴初磊 加 小李福斯 就换拉萨的话 加一个手轮 一个次轮 都应该不做任何犹豫 直接交易 反正现在这套阵容 没法整观 交易吧 交易的话 我就比较看好 他能拿下绝紧队了 因为拉萨 这些年 他不一直都 场均输出 始终维持在20架吗 而且扎克拉文 他能跑能跳啊 人家是扣篮网 现在胡人呢 攻守转换 推进速度 拉文如果在的话 那不也是一记绝尘吗 并且扎姆斯特别 愿意送空接配合 有拉文在 那就是空接之城 这支球队 多好啊 这么换 效率很差啊 你得看跟谁组队啊 那跟内线的 农维格组队 那拉文效率也能差吗 跟外线的 勒布朗扎姆斯组队 拉文效率 立马就地起飞 拉文只是 今年三分冲动力掉了 以往任何一个赛季啊 三分冲动力 通常 维持在39%上下 但三分冲 投的向来都是很准的 扎克拉文 因此得看跟谁当队友 这么一套阵容 我认为扎克拉文 效率立马就会原地起飞 出手次数比 本赛季 目前出手之数 还会降低个两三次 但是呢 得分有可能不降反射 效率高了 点赞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